身穿白色T恤戴潮帽圓圓走來 民眾就開始尖叫 綜藝天王吳宗憲不是來上通告 而是來請客 駐高鐵Wi-Fi開頭 口袋燒餅大方送 燒餅送出去超大方 就是因為吳宗憲曾經不滿高鐵通車 十年始終沒Wi-Fi 如今高鐵Wi-Fi終於裝置80% 吳宗憲說政府說到做到 那他也要加碼請吃500份燒餅 目前我的滿意度 大概就是70分而已 我的意思就是說 影片流量 還有他的各方面 你都必須要達到一個水平 說明Wi-Fi現在就有Wi-Fi 讓人好奇 那大巨蛋呢 大巨蛋如果站得 趕快順利動工 還是一樣嘛好不好 幾點來拍 8點半 怎麼那麼早來 為了看憲哥跟三迪 重點是行政院出道做道 民眾早上8點半就來排隊 唯一的就是要看到天王一眼 500份燒餅幾乎通通發文 不過吳宗憲當起老闆 也開始面臨不少現實考驗 而金曲獎才剛過吳宗憲就說對於評審的水票結果感到滿意也認同 同時也透露希望明年自己可以繳筑進去 欸 我有一張國語的唱片 對 還有一張半張閩南語的那個 竹腦說好像叫做下雨天的雨 它散掉了散 金曲頂著大太陽流汗 吳宗憲也堅持親自發送燒餅 只能說綜藝天王就是不一樣 說到做到不讓粉絲失望 接著黃昭宇乖你也看到不到 好